你不要 你現在是局長 你不要 現在還在跟我爭這個 陳市府的主張就是 有市府會做事 我看不到水利局之後 任何一件事情 通報了一件事情 沒有半件回覆我的 有局長好像沒有局長一樣 官員市府 我每一個區域都出問題 議員跟你們講的 當屁在放啊 一定要讓議事廳在罵人 你們才要處理嗎 我們農民部門跟局長所長 大家辛苦了 本期先來說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從上個會期 就在問我們天聊的 栽損工程 我們現在來請我們水利局長 回覆一下 是不是這12件 都是在蔡局長代理的時候 全部刪除的 第二個 為什麼沒有會看 就辦理 就全部刪除了 第三個 上個會期就要求 12個辦理會看 而且要通知我 為什麼沒有通知 最後 我覺得我跟水利局要資料要不到啦 沒有關係 我要求 你們到田聊區 辦個栽准工程的說明會 好不好 哪個時候可以做 請我們水利局長回覆一下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 這個過程當中確實會有一些 也是我們自己 沒有關係你就第一個就是 是或不是就好了 第一個是或不是 一個12件並不是我全部刪除 因為同事看完以後會有一些他們的評估 有些是 你跟我說我只要知道是或不是 12件是在你在的時候刪除的對不對 是或不是 12件不是全部都是我刪的 有些沒有保全對象 是全部 你不要 你不要 你現在是局長 對 因為有些是 你要擔當 你竟然不跟我解釋 你現在就不要解釋 我只要問是或不是 不是啊 因為到我的手上不是12件啊 局長 真的啦 你們內部有問題 難道是我們田聊的鄉親要擔嗎 不是不是 跟議員報告 我只跟你問是或不是 你只要答是或不是就好了 好不好 是不是 第一個是不是 是嘛 對不對 全部刪除應該是沒有 12件全3嘛 那時候是12件全3啦 你不要 現在還在跟我爭這個 那時候就是12件全3啦 那 我手上沒有看到 因為他們的陸續講的 而且我那時候剛代理啊 局長 反正你現在就說 反正我是局長 下面做什麼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啦 因為陸續 沒有關係 我知道了 反正就是全在你的 代理任期內全3嘛 我現在只要求 你反正你前三項都沒有 都都是事實了嘛對不對 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了嘛 反正你現在就回覆我 你哪個時候可以到田寮辦工程說明 栽損工程的說明會好不好 哪個時候 我們依照每一個案子 然後你就說嘛 你就到當當在我們當地跟我們說明說 為什麼這個不能過 為什麼刪了12件到底哪邊有問題 說明會好不好 第一個下禮拜可以去辦 好下禮拜 第二個這裡面有誤會 好沒有關係 我不想跟你講什麼誤會 你既然都不想跟我解釋 我也不想聽你的解釋了 拜託好 我們謝謝 謝謝我們局長 我們工程會說明好不好 好 謝謝 請坐 好我們接下來看我們鐵聊野溪的整支計畫 本期要感謝我們無疑定委員 他們有邀請我們領務局的專家學者來建議說 你們其實野溪要全體的去觀 去規劃說到底是哪邊有問題 該做藍沙坝的地方就做藍沙坝 該定期清淤的地方就定期清淤 如果有繞道的話 你們也要去評估 他們只說了一個 高雄市政府應該要提野溪整支計畫 但是高雄市政府都沒有提 今年八月辦的會刊 到現在 我要不到半個資料 連進度都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的水利局 你看我們的野溪 我們田寮 這個叫河嗎 這個根本就土了嘛 完全沒有清淤 沒有整支計畫 我們高雄市政府就是眼睜睜看著我們田寮淹水 完全沒有作為 來 我們請我們水利局長回答一下 你看 這兩個 這兩個地方都是田寮上過新聞的地方 你認得出是哪兩個地方嗎 回答一下好不好 請局長答覆 謝主席議員 崇德小滾水 右邊的 好沒有關係坐下 我跟你講 左邊是小滾水美勞橋 右邊是西德西路 這兩個都是每年都上新聞 每年淹的一米二 為什麼會講這個 我們來看 陳其邁市府的水利局長 我本來很尊重你的專業 你是成功大學土木 碩士博士 你在高雄市府的時候 就已經在我們縣府裡面了 你現在 水利局總工程師 副局長 局長 一零五一零六一零七 待了這麼久 田寮有任何規劃嗎 新聞報的多好聽啊 有局長 有局長 好像沒有局長一樣 來看我們八二五 災損 陸竹線後 可能這邊 放到這樣啊 現在還在那裡 水利局還叫我去拜託市長簽 簽下來了 他們不能做 他們不能做 陳市府的主張就是 有市府會做事 我看不到水利局 之後任何一件事情 通報了一件事情 沒有半件回覆我的 幫到這樣 你們這種做辦公室的 都不知道我們整個在港口呢 來看 土庫排水 久久淹水的問題 以前 我們這邊算港後尾 以前那個土庫排水的堤房 還沒有做起來的時候 我們這邊是不會淹水的 結果堤房一做起來 這個算是 比較外圍的地方喔 你到牆邊是直接把那個 那個算是 雜門已經淹過去囉 整個淹過去囉 我們現在在地要要求說 你至少 規劃一個抽水機 讓我們去了解一下 這邊淹的話我們 把它抽過去 土庫排水可不可以 之後再來討論 抽水站的設置 我們希望在 在房市中心開地的時候 抽水機就要進來 可不可以 我們請我們局長回覆 可以或不可以就好了 可以或不可以 請局長答覆 這個會照 當初會看 如果只一個單純的抽水平台 這個應該是需要去設置 可以 需要對 要評估對不對 給我報告好不好 不要我都要不到資料好不好 局長請坐 因為 因為我在看你報告 在看局 蔡局長報告的時候 看到什麼 土庫排水系統 整治工程 我想說 哇 這麼有效率 馬上做了 這個根本就不是整治工程 只是一個寒動的改建工程而已 你們的改造反應 真的是要騙人耶 土庫排水的問題就是 主流已經高過支流了 支流一淹 這種整體性的規劃都沒有做 然後你就把它寫進去了 我也不知道水利局在做什麼 你當了這麼久的局長 我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 鋼山無甲尾 淹水的問題 因為我們水利署 他們在我們的二人溪部分 就是僑域跟水域的部分 因為長淹水的部分 他們就會有在YouTube 有個影像 24小時開放的 就是我們讓我們民眾可以去看說 啊 這裡有風路沒有 這裡有淹水沒有 既然你沒有辦法解決 即時解決淹水的問題 那你就要公開這個資訊 尤其是我們 鋼山無甲尾 那個封路的路段 那個是我們阿聯到 鋼山 唯一的道路嘛 對不對主席 唯一的道路 你就設立一個 即時資訊公開 讓大家都知道 那邊有沒有淹 可不可以過 因為 那邊沒有其他的替代道路了 你要繞要繞一大圈 這個可不可以做 我們請文局長回覆一下好不好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個部分因為屬於道路管理上面 我們再跟公務局這邊來協調 照議員的建議這邊看 對好可以做 給我報告好不好 謝謝請坐 我們來看 換個市府 我們每一個區域都出問題 我們海岸公園本來很漂亮 換個市府 搞得好像荒廢的一樣 路上還有垃圾 我不懂耶 這麼簡單的管理措施 水利局也做不好 我要求你們做水利設施 做不好就算了 連掃地垃圾都沒有辦法管理 還有 限制機車進入海岸公園的規則呢 講多久了 這個 哪的時候可以處理 我們請文局長回覆一下好不好 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我來了解一下 這個區段的那個 整個環境 現況 那 局長 你請坐 我們會馬上要改善 這個 反應多久了 水利局自己知道啦 就是不處理啦 議員跟你們講的 當屁在放啊 一定要讓議事聽在罵人 你們才要處理嗎 還有我們決定大牌整支計畫 因為我們決定大牌是個L型的 大家都看得到 目前的問題就是我們 直角處就是轉彎處的部分 一邊是水泥護岸 一邊是土牆 所以每次他在流動的時候 他很多垃圾跟很多污染源 全部都卡在土牆這邊 所以我們決定是希望說 是不是至少另外一邊的護岸也要做起來 還有我們的大牌整支計畫 是不是應該要去完成 因為 我那邊有長輩在說 其實潮汐前進漲潮的話 水帶進去也會帶出來 為什麼 污 污染污呢 一直都卡在我們的 真是說 住宅區的大牌那邊 這個應該要去研議一下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用潮汐的方式去 清理這個大牌的問題 其實這個也是錯的啦 我們應該要去研究說 我們決定哪個時候可以做污水場 哪個時候可以做污水下水道 本級的五個選區 沒有污水場 沒有污水下水道 我們所有的家庭廢水 工業廢水 所有的污染物 全部都排在 溝渠裡面 有些還排在 水利會的 灌告溝渠裡面 你知道 他咬那個水起來灌溉農田 我們的農民跟我說 他們也很擔心有問題 是不是針對我們大牌的整治計畫 可不可以盡快的給我個計畫 規劃說 是不是 土工的部分 還有我們要怎麼整治的部分給我個計畫 是不是 請我們局長回覆一下 局長請回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個部分 排水的部分跟污水的部分 我們再把一些相關計畫 整理一下提供給議員 土牆可以變水泥護案嗎 這個要來評估 因為這個還有經費上的問題 評估嘛 我會看也辦完了 到現在還沒有給我評估計畫 要給了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局長 好我們現在 接下來看我們 那個決定線碼頭 因為現在有一個BOT案 其實我們那時候很開心的就是說 要開展我們的遊艇 遊艇產業了 那也可以帶動我們決定型人碼頭的發展 但是之後我們了解這個 發展計畫的時候 發現 他只是在那個紅色的 就是中間紅色的方形小框框 做一個遊艇的 修船產跟造船產而已 其實你看那個黑色的圈圈那一塊 那一塊其實都還是 應該是市府地 要不然 反正就是市府地的部分 所以我們地方在想說 你這個計畫講得那麼美好 戰海 既海洋修氣設施 但是修氣設施都沒有做 只做了修船工廠而已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統一去開發說 因為 遊艇業者有在反應說 你們那邊 遊艇庭號的席位不足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的配備都不足 你倒不如整個區域一起開發 那帶起來的效應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部分應該整體去規劃 要不然你市府地 放在那邊荒廢也是荒廢 所以我們等一下請我們海洋局長 在一起回覆 我先問一下 然後還有因為我們 施木魚價格低迷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養施木魚 真的是賠錢賠錢在養 要請人來勘 還要給人拜託 拜託人家可能不愛來勘 現在我們中央補助跟地方補助 都好像沒有直接到養殖戶的補助 因為中央好像是直接補助冷凍場 跟收魚的歡納 所以我們真的在養魚的養殖戶 真的非常的辛苦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我們外銷通路不流暢 我們的國內通路也不流暢 造成我們的價格沒有辦法抬升上去 那是不是也要去考量說 施木局是不是要轉座 是不是要做修養的補助 這部分我們海洋局 是不是有什麼相關的規劃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們來問我們農業局 就是萊豬這個政策 真的是對我們台灣造成很大的困擾 這根本就是本末導致的問題 不僅是學校 不僅是養殖物 或者是我們民眾 都要對這個措施 就是做一個抵抗 變成什麼 要規劃什麼 要做什麼補助 就是莫名其妙 你只要不要放進來就好了 那現在放進來了 變成我們 我們地方行政單位非常的困擾 那是農業局針對 對豬農有什麼具體措施 或者是 因為農委會他們已經開放要做 可以不禁止萊克多巴胺的部分 我們高雄市可不可以全面禁止 這兩個問題可不可以請我們海洋局 跟農業局一起回覆一下 謝謝 海洋局局長請回覆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那有關新達港VOT 它的開發內容是 陸上的修造船廠 跟海上的俄廳碼頭 那的確成如李議員所講 它開發的部分 陸上是屬於工業區跟那個港部用地 那這塊一定開發區的右側 還有八公頃的包括商業區 戶外休閒區還有觀光休閒區 那如果能夠一併開發的話 對整個新達港的發展 當然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有關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個禮拜二有召開公聽會 那也有把這個訊息 在會中揭露給潛在的 那個所有關心這個議題的廠商 來了解 那後續我們還會召開招商收明會 還有訂定申選標準 然後再申選其他民間申請人 選出最優申請人 所以這個部分 李議員建議的部分 我們後續還有招商收明會 我們會把這個訊息讓參與的人員了解 那第二個部分是 國內生產濕木魚的縣市 包括雲林嘉義台南高雄 那有關為了穩定濕木魚價 我們也協調我們子官區域會 還有彌陀區域會的冷凍場 來收購濕木魚加工濕木魚度 那這個部分在9月1號 跟到9月21號這段期間 配合全國漁會藍市區域會 還有我們兩個漁會跟決定驅農會 有辦理買10片送1片的一個 那個促銷的活動 那全國總共有28萬片 我們兩個漁會就佔了一半14萬片 那整個的金額達到1400萬 那我們今年已經辦理5場的一個推廣活動 那在這個月 包括高雄食品展 還有12月的台北食品展 那還有這個月10月22跟23的 四木魚文化節 我們都會積極來促銷 希望能夠穩定四木魚的價格 跟主席報告是不是在補充一分鐘 對好 剛剛李遠關心那個養殖移民也沒有受益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我們海洋局跟工所跟漁會 配合漁業署的養殖生產疏困措施 對那個整齒消毒 鹽養輸養這個部分都有補助 目前大概我們初步審查大概有8500多萬 我們我代替李亞族議員問一下 因為針對我們這個四木魚的價格低迷 那本席跟我的選區跟那個亞族議員都一併 都有很多這種這種漁獲 那希望說我們那個海洋局這邊 因為海洋跟農業本是一家 那我我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就擴大我們來做促銷 不管我們海洋局這邊要做什麼促銷 有沒有搭配農業局 這個農業局的促銷 有沒有曾經搭配過我們海洋局 那我想李亞族的議員的意思也是這樣 是不是擴大通路 擴大幫四木魚去找出他們的出路 在這邊請注意 還有剛剛另外一個遊艇的部分 這個本席昨天也有關心這個部分 跟李亞族議員的意思就是這樣 不要只做遊艇的修氣區 不要只做遊艇的停泊區 黑色部分是不是可以加速開發 產權要查一下是不是我們市府的 國有的 是國有的 要合作開發 對那是不是一併要做後續的規劃要走了 我相信亞族議員他後續還會再繼續關心這個區塊 好那再來第二個部分 我們請農業局跟亞族議員答覆一下 簡單答覆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 跟議員報告就是那個農委會 這個萊克多巴胺是那個養豬 我們農業館的是生產端嘛 所以養豬戶那個都沒有辦法 不會使用萊克多巴胺 這是禁止的也不會也不會使用 那那個我們高雄對於豬農 是我們最關心 豬農的方式我們怎麼照顧 其實在明年預算開始之前 在今年就已經用我們的預算 做了三件重要的事 一個是針對457做我們的養畜牧場 我們從今年9月開始 3月10號開始 我們發了四大桶的這些消毒水 已經開始配送 配送了80%左右 在一個月內大家都會領到 這個是對於豬場的防疫增加 它的那個育成率這個是對豬農來講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第二個是豬瘟的疫苗 我們高雄市也是獨家做補助 每一口豬打一針疫苗 這由我們市政府來支持這些養豬戶 所以目前都已經下去 在10月25號就會開始補助 第三個就是除臭劑 因為養豬戶有時候會有一些味道 讓周邊民眾抱怨 我們讓這些想要改善錯位的部分的養豬戶來申請 目前已經用32間來做申請 這是高雄市的獨家方案 而且現在已經在做進行 那後續我們會提出更多 照顧我們在地豬農的計畫 明年百億基金 我們也會投入去極力爭取 好 好我們謝謝李雅筑議員為地方發聲